接著來看一個LOGO的 我問一下各位好了 你們有時候辦活動娘 或者是那個 有沒有想要設計一個 比如辦一個社訪娘 想要做一個LOGO 那你會怎麼做 開始奴隸招人 對不對 但是又沒錢 怎麼辦 我們試看看好了 就來這邊LOGO設計 四個步驟嘛 你選擇你要哪一種的 是要摘鑰匙的符號 還是有那個 假設符號式的 好 下一個 你的字體要長的哪一種 當然你都不選也可以 我假設選這一種 你要什麼樣的顏色 好 然後你就打一下 我們就動畫設計可以嗎 好 那你就看看你的行業碟 好 廣告的 OK 好 哇 這樣有沒有一堆就跑出來了 你這樣會太過分嗎 哈 這一頁就很過分到後面實驗怎麼辦 會不會太多了 有時候選擇太多你會很困擾 請問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有一些你沒有想過的 通通都跑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 這樣知道為什麼設計器現在很難當了嗎 設計師真的現在很難當啊 因為又要有質感 又要獨立無二 可是你又要做很多功課 請問 所以 你還可以稍微請他變化一下 有沒有不一樣的 對不對 嘿 請問這樣有沒有體驗到 範本範本範本 一堆範本給你選嘛 所以如果你沒有用這種方式 因為我們要的 以這樣來講 其實你要的不是原創 了解我意思齁 你不是原創 可是 他有這些元素給我們了 可是你可以拿很用啊 這樣也可以很快就達到 我們要的需求 那我們在這個裡面啊 OneNote裡面 你要跳我們不同的 同一個任務裡面 不同的教材 除了回到這邊來 你也可以從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樣可以跳 或者上一個 上一個跟下一個在這邊 都可以 那這裡呢 他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 這個服務 也是跟剛剛那個雷同 可是他就是給你一些 幾額元件自己去拼 自己去拼 那這樣效果其實也不錯 這樣你了解我意思嗎 但是這個就要註冊了 這個就要註冊一下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樣子的 也就是說 類似這樣的服務會越來越多 因為你要的是應用啊 還是有強調這個原則 就是 我們今天只有一個中心思想 放本 你只要為了放本 選好了就好了 點下去 他都一樣了你就選好了 然後這個可以自己設計 有沒有 自己拉 剛剛那個就沒有嘛 他就幫你準備好了對不對 這個就是你去找一些 已經有的元素 那你就看一下怎麼改 這樣也可以 也是可以 所以 只能告訴你 現在這些服務 慢慢的越來越成熟 越來越成熟 所以以後我們再用的時候 你有很多選擇 不見得每次都要怎麼樣 就是 從頭開始 從頭開始其實是很好的 可是呢很多 因為大家現在都沒有時間嘛 你現在是 現在為什麼大家都要跨領域 因為你不跨領域 你會發現 哇糟糕 你今天學的比如說經濟 比如說是財經啊 還是其他社會科學 可是你要做logo 那你要怎麼跨領域 你 因為在修四年 你修不好 所以你就會找資源 這樣了解 你懂的資源越多 這些服務越多 是相對你朋友的工具又越多 即使我今天 不是所謂的 達人 但是沒關係 我做出來 不會比那些人做出來差 OK 好這個是 我們在這邊 為什麼要跟各位介紹 這個主題人員 其他下面還有 如果你要一些大頭照 冷醬的 這裡也有一個 你可以參訪看看